这两天北京降温了 天气有点小冷 今天中午想吃一点热乎的 准备做一个香菇肉丝面 从冰箱里把我的肉拿出来解冻一下 现在还有点硬 又买了香菇青菜 还有一根大葱 这些花了三块七毛钱 把香菇和青菜在水里泡一下 这个五花肉没有提前拿出来解冻 上面还带着冰呢 准备给它切成片 哇真的是不好切呀 切成那种跟羊肉片似的看着 竖着切 切的有薄有厚的 胡乱切一下吧 先切这么多吧 香菇切成片 再来切点大葱 把这个大葱切碎 切成碎的葱花 起锅烧油 加入肉片 加入葱花 加入葱花 加入香菇 来点酱油 加入开水 下入刮面 加入洗好的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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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盐 来点味精 十三香 再来点香油 香喷喷的香菇肉丝面做好了 准备开饭 它 не豆腐 中文字幕 李宗盛